我们在昨天上山的过程中呢 在这个桥桥的两边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 就很多小狗 那这个小狗呢跟城市的小狗都不太一样 就是它不怕人 而且它们的 它的生活状态会让人感到非常惬意和 很悠然的一种感觉 它们成军结伴地在一起 然后跟城市里的小狗不一样的是 它们在一起玩耍和打闹 都显得没有那么的拘束 因为在城市里 可能就是每一家羊那么一只两只小狗 如果主人带你出去的话 那可能你小狗就幸运了 它们会玩得比较开心 但是在这里它们没用 它们想玩时就玩 想吃的时候就吃 其实我看了它们的时候 刚刚开始心里会生出一种怜悯和悲哀 为什么呢 它们可能在这个村子里面 就生活过了它的整个一生 它们可能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它们每天所干的事情 所期待的就是能有一口吃的 然后今天过完了之后 想了就是每天的事情了 就是我在我的角度里面去看小狗的生活 但是转头一想好像也不对 它们这种满足于当下 觉得能过好当下的这种心态 其实是蛮好的 无论是小狗 无论是动物 还是我们的人生 可能都是这样子 没有必要去追求很多的孤独大略 一定要走遍四方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眼前的东西 不是说眼前的就一定是狗前 我们面前的也有可能是远方